原标题,两边都军演,菲律宾跟美国还是中国?去美复华答案来了。 同样是军演,菲律宾跟美国还是中国?去美复华答案来了。 制成大兵近期美国在我国周边加大活动力度,派遣军舰军机到我海域巡航捣乱,还图谋挑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,精心策划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。 对此,中国军方当然需要防范并有所作为。 于是,就出现了美国为首组织东盟国家举行联合军演,而中国同样邀请一些东盟邻国参加中国组织的联合军演。 两种军演同时举行,两种情况都邀请东盟邻国,如果你是当事国家,你会决定参加哪一方的联合军演呢? 菲律宾做出了非常明确的选择,那就是,去美复华。 对,你没听错,菲律宾俱美复华。 在跟美国军演还是中国军演的问题上,菲律宾拒绝了美国邀请,而将要派兵赴中国参加联合军演。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公开表态,不参加美军在南海及台湾海峡的军演。 菲律宾不会参加美国11月在南海的军演。 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罗克,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,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已向中方保证,非不会参加美国海军计划11月在南海、台湾海峡举行的军演。 制成大兵简平,杜特尔特的确非必寻常,在美军嚣张奔忙,企图用联合军演脚乱安宁,挑衅中国甚至想要认质的情况下,能够公开表态,也就是断然拒绝美军邀请,对美军在南海及台。 湾海峡将要进行的军演,不屑一顾,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,值得中国军民赞赏。 几乎在拒绝美国军演的同时,菲律宾高调宣布,将派兵赴中国参加军演。 世界日报10月9日报道,菲律宾国防部周一表示,菲律宾将于10月22日至29日,在中国战将举行的中国东盟军事演习期间,与中国举行联合军演。 制成大兵简评,不得不说,杜特尔特真是好样的,的确是太够意思了。 此时能够将中国与菲律宾的友谊置顶,列入最重要的位置,不仅需要胆识,更需要破例。 有的人单单一国领导,想做的事情却瞻前顾后,想来想去不敢做,甚至到后面领想都不敢想了。 而杜特尔特担负菲律宾总统之后,毅然决然改变前任对抗中国的路线,尽量促进两国和平友好。 此番更是公然拒绝美军邀请的联合军演,却又积极参与在中国举行的联合军演。 可见,杜特尔特式中非关系的发展,高于其传统盟国美国佬。 据悉,中国东盟军事演习的士兵演习,将于本月22日至29日,在我国战将及其外派举行,东盟十国军派员参加。 同样都是军演绕约,菲律帝拒绝美国答应中国,山姆大叔最尴尬。 志诚大兵认为,独特尔特一方面公开表态,不参加美军在南海及台湾海峡的军演,另一方面却积极回应中国,表态将派兵赴中国参加联合军演。 两相对照,真有点一家欢喜一家忧愁的意味。 卓氏让那自命不凡,自以为世界警察的超级大国脸面难堪。 而且,非不仅将派兵赴中国参加联合军演,还是无潜力的派请飞军级别很高的上将军官赛队参与这个军演。 菲律帝国防部公共事务负责人安东龙指出,我们派遣的最高级别海军官员,是海军上将罗伯特·埃德拉德。 这是史无潜力的第一次,因为我们从美与中国军队一起演习过。 如此的史无潜力,无疑还创了中非军事合作的新篇章,同时还是对那个世界警察的失之以敌。 这样的举措,即便中国的老铁巴基斯坦,恐怕也难以如此。 诚然,独特尔特执政下的菲律帝,之所以在两个联合军演之间,这样选边站队,显然是出于非国的国家利益。 当前大肆推行美国利益优先的特朗普政府,除了跳过离间,让菲律帝单枪式之外。 那你给菲律帝什么社会的好处,而中国说话算话,且不干涉及国内事务。 对于其执政而言,中国才是真朋友,好朋友,是可以信赖的驴国。 与其得不到好处还给人当枪式,冲当鹰犬打兽,还不如跟中国称兄道弟友好,获得实惠更划算。 但不管怎样,独特尔特执政跟中国友好,敢于拒绝美国,不怕美国老说三到四,的确值得中国人恋赞。 请不吝点赞。